12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 被与低收入人群可以直接发放现金以提高消费 那发放现金主要是受这次疫情的影响 那很多低收入人群三四个月没有收入 姚洋认为可以发放一笔特别的国债 那14亿人当中每人1000块钱就是1.4万亿 中高收入人群不发放的话以收入划分只发给50%的人口 那每个人就可以发放2000元 姚洋表示针对于低收入人群最需要做的我们就是发放现金 那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下降3.9% 那说明大家的收入都在整体下降 但是主要下降的人群是低收入人群 那这些人如果三两个月没有收入的话 生活就会非常的困难 给他们发放现金呢是一举连得的事情 那既能起到救助他们的作用 那又能提振市场消费的能力 姚洋提出的像低收入人群直接发放现金 穷人当然肯定是非常欢迎的 说实话这一两千块钱 即使是中等收入人群也只是多花和少花的问题 但是呢如果放在贫困户身上那就是生存的问题 低收入人群我们也称为穷人 那这些人是社会的最低层 也是社会最被动的群体 一年到头满打满算也只能图个吃饱饭 那一旦突发事件来临呢是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的 那更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和大家的扶持 那为此我们也为姚洋院长点个赞 据民政部的不完全统计截止到4月10日 我国已经为呢6155.3万的困难群众发放了18.8亿元的补贴 所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还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其实对于当下的穷人 我们宁愿等救助不如去自救 那学会去分富人的一杯根这才更加重要 那当我们每正一分钱都感觉到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妨去看一看那些日进抖金的人士如何在赚钱 当下的市场经济虽然对一些实体企业造成了影响 但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兴起 比如现在的自媒体短视频直播带货 互联网数字经济正在得到快速的发展 那现在直播带货是无处不在 无人不做下到草根上到明星都在直播带货 连电视台都在直播带货 那我们能不能也处处往学学别人如何挣钱的呢 那我们不要一味的等待接来之时 那毕竟即使真的给了你两千块钱 那也是解决不了我们根本性问题 学会自己赚钱 这才是我们最核心的也是最重要的 其次放下面子我们才能求生存 之前有网友说过 打死我都不摆地摊 又累又没有面子 那如果你连死都不怕 还怕摆地摊吗 怕累怕脏 即使天上掉馅饼 也许也真的不一定会掉给你啊 那如果我们没有一技之长 摆地摊是最好 也是最快的挣钱方式 那没有房租费用 也没有固定的场所 哪里人多我们就去哪里吧 那只要有人流 我们就不怕产品卖不出去的现象 那有人摆地摊一天也能挣到好几百块钱 一个月也能收入过万 解决生活问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者 现在你也不用担心摆地摊会被城管追赶 关于摆地摊也出台了一项新规定 那就是支持多渠道灵活的就业 合理的设定 无固定的经营场所摊贩管理模式 那也就是说现在摆地摊也是合法化了 所以呢 即使我们真的下岗失业了 我们不能守株待兔 等待别人的救助 那更不能一味的去等待机会 我们要学会创造机会 这才是更加重要 那其次呢 要加强自身的学习 在面对新机会 新岗位 新职业时 那没有新知识 我们也是很难去胜任的 历尽下呀 这才是最能考验我们的生存能力的 你对姚洋院长所说的 给国人发放脸千元现金 如何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